CY陳中澤 今天在我昆頓身邊有CY陳中澤 Hi Hello 我們又見面了 第三首歌 是的 又是完全不同的感覺 這首歌叫做 迪迪金 迪迪金 是煙花 煙花的一個種類 為什麼會用這個方向去做呢 因為這次也是歪文幫你填詞 究竟是歪文想 還是你有什麼想法給他呢 其實我本身收到Terry的Demo的時候 其實我腦子已經拍到畫面 都是偏向關於愛情悲劇那類主題 而我聽到這首Demo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也想回很多之前我曾經的一些拍拖的經歷 一些不開心的事情 所以我還沒跟Yman有接觸 我收到最後一份詞 我覺得整件事更加 整件事更加 合適了 畫面更加強烈 滴滴金 你說想用一個自己可能在愛情經歷裏面 一些不開心的事情去做這首歌 或者你聽到Demo的時候 已經有這些畫面飛出來了 即是徐浩 他過的Demo 他的Melody 是令你勾起一些你以往拍拖發生過的事情 但是不開心的事情 其實這些不開心的事情 也不是完全不開心的 但當然也有些很開心的事情 想起那段關係 但已經不存在了 就有些神傷的感覺 也不是的 其實現在想起有些點滴 都是有些會心微笑一下 即不是全部都是不開心 不開心的位置 只有是因為我覺得 去到最後就是 大家曾經都很了解過對方 但去到最後都是不能陪伴著對方 繼續走最後那條路 但是不可惜的 即是對於我來說 即是對於我之前的朋友都不可惜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中間我們相處的時候 那些經歷是 變成一個回憶 即是一個令我們學會 某些拍拖的時候 原來當發生這件事 可能可以這樣做會好一點 即是人人的經歷 老實實 你多不多愛情經歷嗎 其實還好幾次 不算太多 但是在這些感情關係上 每一次你都會覺得是學到東西的 學到東西 學到東西 因為我本身 其實我覺得 真的難為了跟我拍拖的 自然的伴侶 因為外人都是比較 說對不起 不用嚴重 喝一口 先喝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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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外人本身比較跳脫 而我知道女朋友 有時候 他不是很 有時候 沒有得到我 有時候這個時刻 怎麼會做這些事情 或者 我的思維模式 很難去捉摸 所以有時候 我可能 覺得今天 我想吃 可能昨天說 我們明天去吃日本餐廳 可能我明天去吃日本餐廳 可能我明天去吃火鍋 即是會跳得很快 是的 所以他們有時候 都是會 我覺得這件事 對於他們來說 是挺難捉的 OK 都是你的神經刀性格 摸不透的 其實都是隨心 簡單來說 隨心 那你就不要開日本餐廳給別人 那麼隨心 那一刻真的想吃 OK 我們這次做這首歌 到了第三首歌 也是一個完全不一樣的曲風 偏向情歌多一點 是 聽到隨浩的demo已經很喜歡 加上歪文的詞 整件事很合適 其實我聽到demo的時候 已經有一點沒有感動 即是那個melody 我已經是入腦了 即是我是不停滑了 我想大概二十多三十次 因為那天都要做事 那天 已經懂得哼了 你手歌很容易上腦 老實實 狼狼上口 我是第一天聽 因為要做功課 是 第一天聽 我聽了四五次 那個chorus我已經懂得去 嗯 很容易上腦 是啊 所以你一聽的時候 你已經很容易有一個 觸動的感覺給自己在 尤其是有 再加上我自己本身 腦裏的畫面 嗯 即更加整件事是 那些叫什麼 記憶法的東西 是的 全部進入了 那歌詞回到來 看到Wyman份詞之後 那個感覺是怎樣的 那個感覺 就是好像 剛剛我們 剛剛我那首神影 都收到這份歌詞的時候 完全是一模一樣 即是也是想不到 即是大家 那個 被電影真的覺得 升了 嗯 即是 那些畫面 尤其是那份歌詞 很漂亮 即是講外 其實迪迪今 是講中間 即是一段 即是一段關係裡面 那個歌曲 相處了很多年 然後中間 可能發生了一些 很不好的事情 但互相堅持 學會堅持 但到最後 都要分開 但這種分開 又是否真的 叫做 不好的事 其實不是 即是 起碼叫做一起 你學會堅持 那你會懂得 下一段關係 你會更加懂得 去處理很多事情 所以我覺得 《修律不歌詞》的時候 就是我又想回 之前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整件事很唯美 是 容許我畫你少許內心世界的東西 好吧 好吧 如果我說 即是你一邊聽的時候 已經想起過往的一些回憶 又或者在歌詞上 其實都會說 其實最後是分開的 可能是 叫做未必可以在一起 有少許可惜的成果 但其實更多的是 你當中學了些什麼 在過往的感情當中 其實對你來說 拿一件事出來說 你學會了最大的得著的東西 會是什麼 我懂得說 真的叫做 包容和遷就 因為 我又不可以說 我個人自我中心 但我個人有時候 就是那一刻想到什麼 想做什麼 我就會不管 反而我覺得這件事 如果對我自己一個 影響不到其他人 其實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當你 如果你有另一半的時候 可能你有時候做些事情 或者是會無意中傷害到對方 我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反而是對我來說 是比較 學到一件事比較深刻的東西 即是每做一件事之前 可能都會想到對方 如果我做這件事的話 對方不會不開心 這件事是我學不到最大的一個得著 即是在自我的世界當中 都要想一想對方 究竟我這樣做的時候 他會不會有些不舒服呢 即是換位思考 即是換位思考 都跌得金的 都金的 都金的 那好了 你未必 你未必每一個性格 都可以接受到我這種性格 嗯 你覺得自己難相處嗎 朋友就OK 反而我真的 因為朋友最主要是開心 還有我不是純粹 即我跟朋友的交流 不是純粹開心 即我會做一個同伴戰友 再加一個傾心事的對象 我是做這三個角色 而反而伴侶來說 我真的比較 但我的愛人不是不重視愛情 但我會相對來說 擺一個比重 即如果你要家庭 友情 愛情 現在對於我來說 感覺上愛情比我 好像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重要 即相對來說 如果這三個角色 我反而最容易忽視的是愛情 嗯 但是如果有人向你敲門 你感覺又對的話 是會去的 反而我不是很喜歡別人去 我自己心裡會有一種抗拒 哦 OK 反而如果是我自己去認識 會比較好 嗯 即是暫時現在都沒有這個對象出現 暫時來說就 不要說這些 哈哈哈哈 OK 今次要就這個滴滴金 亦都製造了 souvenir 有一個很漂亮的回憶的沙漏 嗯 其實亦都是一個 Infinity的 是的 的 symbol 是的 即是這個 是的 Infinity 就是在MV裏面 Winker的手 印住那個位 就是這個位 是的 其實 喂 找Winker去做女主角 嗯 和你談情 絕愛 現實世界中 你就說 不太需要愛情主 但是在這些虛幻的 情節當中 你和她玩得開心嗎 其實 其實我覺得是正的 即是 很多東西是 我覺得 for當刻的 我的一個角色 我是一個和Winker 相處了十年 嗯 的時候 我應該很多東西都是蘿蔔純青 很多東西就是 不會有尷尬 或者很多東西就是 你一個眼神會知道 哇 我和你已經是很多回憶 在眼神裡面看到的 所以我覺得這些就是 是為一個演員最好的一個世界 就是你可以在一個演戲的世界裡面 做這個平時 未必真的可能是那個的 你自己 是的 以平時的我 我真的說真的 我未必真的會有MV裏面說 這麼深情對望 要對著有些甜蜜的笑容 說真的 我真的好像想想想想 好像是 相對來說比較少的 你這麼木納的嗎 拍拖的時候 不是 因為我是傻的 就是認識我的人 也知道我是傻的 我未必真的去到一個 可以那一刻 會發生這麼浪漫 心情對望 我可能有時候 是比較跳皮一點 上廚房式 OK 白艷一點點 是 即是說這次在MV當中 可以讓你飾演一個 你自己未試過的拍拖狀態 還有跟Winker一起 很甜蜜的 開心 是的 非常之開心 也不是那麼簡單 100分來說 101分 都比少 即是200分 跟他拍MV 當然我們現在在畫面上 已經看到很多東西 但我相當都剪走了很多東西 有些什麼難忘的事呢 最難忘的我想就是 我第一次感受到 穿著一雙皮鞋 在海邊 在海邊浸腳的功體驗 真的 我那時候 我也有跟導演說 下次我醒了 當我知道 一有海邊的照片 要拍的時候 我一定會帶到一雙襪過來 不是帶到一條褲嗎 應該 不是 褲是其次 因為褲他們會提供的 但不是真的沒有 我想說我是穿著 我穿著我那一天出來的那雙襪 然後是醃到 因為其實那個照片 海邊的環境 拍了差不多有三四個小時 OK 雖然 對褲是濕的 我想應該是一個多小時 但說真的 那個體驗 我想我是 下次會醒醒 我感覺到一股味飄出來 我感覺到一股味飄出來 我味應該沒有什麼 很乾淨 很乾淨 海水有味的 鹹味 但我沒有味道 OK 但那個狀態就令自己很不舒服 你又忘了帶蜜蜜 幸好最後的場景就是一個家 我可以不用穿襪 穿拖鞋 舒舒服 原來在拍MV當中 令你最深刻的景點 不是談情的 是因為要浸腳 其實談情也有 但沒理由我訪問我講談情 有些另類的體驗 好 這個另類的體驗就是 在這個海邊 要濕腳的時候 下次會醒水 是啊 其實在那個狀態 在海邊 自己拿著一個回憶的盒 收起你們拍拖的時候 一些發生過的事 一些回憶放在一個盒裡 而你要把它放到海裡 其實我想說 以往我去拍MV 即是首兩隻 或者之前熟悉我的朋友 都應該知道 我有份參與一些電影 或者我又上過一些drama課 以往我是 我拍這些 或者我去音樂 做這些情節的時候 我的腦子其實 在拍攝我之前的畫面 但我沒有正視過 我當刻在我面前的對象 你是回憶演的技法來的 我不知道這種方法叫什麼 但我就是一個這樣的 想回一些我之前的畫面去對著他 即是我看著這個人的時候 我就想回這個人 是我之前一些回憶的某些角色 OK 是啊 但我想說 今次最特別的位是 就是我跟Winker拍這個MV的時候 我看著那個盒 即是剛剛說的 我看著那個盒 我真的在想著他 其實那個Shop拍的時候 已經是差不多去到後段了 所以其實我跟Winker中間拍了很多情侶 會做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看著那個盒的時候 其實我真的在想著他 我跟他之間 原來我跟他都那種可誠 那種不捨 但都要讓他走 那種心情 是 那今年的目標 三首歌都出來了 是 其實相差什麼 相差一個同伴 其實我覺得 即是怎樣 相差一個在有音樂路上的同伴 例如 例如 例如我跟公司說 反應一下 你不知道會不會簽了一個 越趕越遠 真的 我真的跟公司說 即是 我其實有時候見到其他 現在音樂路上的一些朋友 他們有時候可以互相交流 即是同伴公司 但我又不是覺得寂寞 但我會想有一個人可以一起 互相扶持 一起在這個音樂路上 一起充斥的同伴 但這個人一定是同伴公司才發生到嗎 即是你應該身邊有很多人 那當然你跟公司可以一起發生很多事情 嗯 是 OK 即是要聊一下公司 喂 有沒有有potential的人簽多個回來陪你 是 是 其實是 OK 原來是覺得孤單 凍 凍 凍 這一個目標 這個願望 在這一刻未必發生到 始終公司要簽個artist 反而他的考量很多 但是放在自己身上的話 其實今年完成了三首歌 其實我覺得今年的成績 對於我來說 到了最後今時今刻的滴滴金出賣之後 我是極度滿意我今年的成績 尤其是好像滴滴金裡面 歌詞裡面有一句說 無憾了靶 其實無憾了靶 其實這一句是代替了很多心情 即是無論是愛情 事業 朋友 其實今年close over 無憾了所有事情 我都是無憾的 無憾了 無憾了 已經做到自己最好的東西出來 給大家其他人都給大家看 因為我覺得是一個 你不可能 因為人是一個成績的過程 我想我現在還未是一個很成熟的階段 即是我覺得我今年 到今年來講 我拿了一些 我可以拿的東西給大家看 而夏天可能有些不同的東西發生 你今年已經給了很多不同的東西我們看 都未夠的 未夠癲 未夠癲 好的 我們就期待你下年會有什麼更瘋的東西 好啊 好啊 下次再見 辛苦了 多謝